胡君夫妇参加亲友婚礼,与宾客合影显亲切,14岁康康身高已超爸爸。 3月21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参加婚礼时遇见胡君一家的照片,并夸赞胡君本人十分客气,有人提出想要合影时也会十分配合。 据悉,当天结婚的是胡君妻子的亲戚,他作为亲友代表上台致辞,只见胡君身穿黑色套装,戴着棒球帽,打扮低调,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。 期间,胡君还邀请儿子和妻子一同上台与新人合照,卢芳身穿红色长裙,扎着丸子头,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优雅与端庄,脸上一直展露着笑容。 值得注意的是,14岁的康康身穿黄色卫衣亮相,站在台上身姿挺拔,想必平时胡君对儿子的教育一定十分严格。 在婚礼结束后,不少人前去与胡君合影,他并没有拒绝反倒还拉着妻子一起,戴着墨镜置身于人群中,笑容满面,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。 转眼间多年过去,小霸总已经成长为一个大男孩,希望康康学业有成,也期待胡君给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。